炎热的夏天让许多民众请来高雄历史博物馆观展 到了二楼高雄茂林特展也让许多民众打开眼界 因为这些都是过去在书本才能看到的内容 主机茂林文化通过影像及文物吸引民众目光 因为课本上的东西不会动 然后他这边有些东西会用影片来说 他们男生衣服有的是只有绑在腰上面那个 少数族群的话确实是需要去 他们的文化需要去传承然后需要去保护 可以给当地高雄包括台湾的很多的民众 可以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到 让大家可以看到卢凯族这三个社群 其实也有他很精致的文化的一面 而不是我们一直认为的原住民的某些负面的印象 茂林是高雄人口最少的市区 区域仅有不到1800人 但是背后拥有的价值却远远比想象中更多 因为这里不仅有多元的生态 还有百年成长茁壮之下所孕育出的民族文化 举办三社三位茂林特展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更多民众不用特别去茂林 也能体验茂林所传递的文化价值 茂林是我们高雄市就是山河壮丽的景观 跟卢凯族三个社群 包括多纳万山跟茂林三个社群的一个居住地 所以涵盖了从很遥远 从很广大的一个自然环境到遥远的历史 以及当代部落他们在寻求一个新的认同 里面的一些种种的议题 即日起展至10月27号 透过高雄茂林特展 丰富大小朋友的暑假生活 也透过简单的文物及影像传递原名价值 高时博也期盼民众能既由展览认识茂林之外 一同感受茂林的力量 人间新闻王上益高雄采访报导